这大的心啊 最重点 就是 爱忠诚 是这样子 满宴童子就是 让大家都能够满意 那今天化桃子的意思是 等于是说 它让 这个桃子 非常的圆满 也就是让 众生都非常的满意 让他们 幸福跟快乐 因为满宴童子 在这个 祈福 今天是属于祈福法会 满宴童子呢 能够满众生的宴外 它最主要的就是让 心想事成 然后身体健康 再来呢 就是吉祥主义 最后呢 是修行成就 那就全部都满了 是修行成的宴童子 所以 圆满的人生呢 应该 就是 以爱 为出发点 在我们 佛教讲起来 就是你必须要 爱众生 如果人间有爱 就会圆满 如果有恨 它就不圆满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要 大敬爱 圆满 其实这本书里面 的主人 就是 唯摩洁大士 唯摩洁大士 他是一个居士 但是他本身就是 一个 也是一个大菩萨 还有很多的神通 所以唯摩洁大士呢 这个在世间 也就是说 佛法不离开世界 他有妻子 有妾 有小孩 另外他生活 非常的自然 跟清静 我要传达的 最主要的 就是说 在家居士 一样可以幸福 也满 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盐消息也都是在 十五嘛 农历十五 那月亮是最盐的 那月亮的盐 代表着 让这个 整个世界 都是非常的圆满 那非常的完美 没有缺水 没有缺水 充满了爱 是的 是免费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上 生活博业帐 这个网站 那么是免费的业度 因为第一个 我写书 主要是 讲出 这个 卢斯尊本身的心 书呢 也就是代表 我自己的心 让大家了解到 这个心呢 是非常广大 而且是非常圆满 这个叫做 我们在佛教里面 讲起来就是想 这是很大的心 这大的心呢 最重点 就是爱众生 他 我们在佛教里面 这一切 是 是 在佛教里面 就是 神 人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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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与你云家说话 哦 与你云家说话